第八十四节 商议搬家 五百斤 五百斤金子 二老爷反复地问了小四三遍 是五百斤 五百斤的黄金 不是五百两吗 是五百斤啊 小四道 三老爷也是这般问的 户部的大人说 皇上是赏赐七小姐黄金五百斤 二老爷就倒吸了数口凉气 当初顾家老爷子风绝的时候 也只上了黄金一百斤 本朝开朝的有两位侯爷 跟着高祖出生入死 风绝的时候才赏赐了黄金五百斤 顾锦芝只是被老爷子送进宫去 他也不知道干了什么 鲜血封了卢阳王妃 如今又是黄金五百斤 二夫人听了心里酸酸的 五百斤黄金啊 够两辈子吃喝无忧的 二房要是有这些钱 早就搬出去了 谁跟着大房挤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啊 当年二老爷管着故事摆草厅 拼命地敛财 不就是二夫人鼓动他存下银子和大房分家 然后搬出去吗 家里的田产 店铺 都在大伯的手里 每年算账 全部都是算好了 再给二房过目 中间的黑道都被大房贪去了 二老爷不爱读书 还不如有了举人功名的三老爷顾严真呢 这些钱应该是放在公证上吧 二夫人突然道 不如趁机和大伯说 把隔壁几间房子都买下来 咱们也住的宽敞些呀 三元坡胡同 除了成国公顾家 还有卫国公李家 其余都是零散的 有些是其他大族天智空闲 有些是本地官员 外清之后留下来的 顾家左右的两三家 都无人居住 租了出去 要是买过来 把院墙打通 就是顾家的了 他们也不会这样窄小 彼此看不顺眼啊 按说应该是入宫账的 二老爷道 可皇上圣旨 只说是上七姑娘 要是七姑娘是大方的 那定是入账的 哎 可七姑娘是三方的 老三媳妇 嗨 这怕是难的 二夫人就冷哼了一声 上次她被宋帕儿 泼了一脸的热茶 脸上虽然没有起泡 却让她丢尽了爷面 大嫂却说 宋帕儿是客居 没有处罚她的道理 只让宋帕儿 给二夫人赔个不是 说自己不小心 宋帕儿就笑盈盈的 跟她赔了不是 那模样简直是得意神采飞扬啊 又把二夫人气得够呛 要是宋帕儿不情不愿地赔礼 二夫人心里还好一些 偏偏她一张张狂的笑脸 二夫人受了她的礼 心里憋屈得要死 她算是和宋帕儿的梁子结大了 只是大房那边坐镇 二夫人再也不敢闹了 她没有资本和底气呀 皇上赏了那么多钱 明日就要传遍了京城的 二夫人酸溜溜地说 又疯了卢阳王妃 我说怎么好心上京 给情歌送礼呢 哼 原来是惦记着前程呢 简简要是不来 这些还不都是我们破解的 简简能进宫红太后开心 我们破解就不成吗 越想越觉得 心里一口气透不出来 二夫人气得心口疼啊 五姑娘听说皇帝 赏了大批的金银给顾锦芝 又想起顾锦芝 是被祖父送到宫里去的 明明该她去的 都被顾锦芝给炸了 气得又骂了一回 宋派儿住在静园 听得是一清二楚 心情却是好极了 顾炎针去带着小丝们 用大马车 去户部拉银子 顾锦芝则坐在宋派儿的对面 替她把麦 娘 快三个月了呢 顾锦芝喝完麦之后 忍不住笑 我要添个兄弟姊妹了 提起这个 宋派儿就有了点尴尬 娘 再添个妹妹吧 顾锦芝笑着道 姑娘家知冷知热的 我出了门 有人在娘身边呢 其实宋派儿想要个儿子 顾家男丁单薄 大房只有一个 二房的近世生了三个女儿 只有原配留下了情歌 三房虽然还有个秀哥 可他是叔叔 到底跟宣哥不是一个娘肚子里的 多个兄弟将来相互帮衬着 可听到女儿说出门 宋派儿眼眸微暗 她给屋子里的人使眼色 让他们都出去 关了门窗 母女俩说悄悄话 进宫是给太后娘娘瞧病吗 宋派儿问 其实她心里已经肯定了 要不是治好了太后 能封了王妃 又赏了五百斤金子吗 五百斤的金子 价值远远不止这些金子 而是个名声啊 宫里赏东闲 素来是有就利可查的 除了开朝元勋 封侯的时候赏了两位 其他近百年 再也没有过的 而皇帝居然破天荒的 让顾锦之城了这第一人 不出今日 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家 大概都要猜测顾锦之的身份 和座位了吧 是 顾锦之坐到母亲身边 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太后娘娘咳嗽了整整 十八个月呢 我治好了她老人家 宋派儿狂喜 她根本不怀疑顾锦之的本事 顾锦之的本事 严陵府的百姓 用了十几座生死就证明了 宋派儿用力地把女儿搂住 哎呦 可真厉害呀 你这回 可算是没有把功劳推给旁人 替娘争了一口气呀 顾锦之 总是把功劳让给别人 宋派儿虽然惊叹她 小小年纪的平淡心智 却也替她不知 如今这丫头终于为了自己争一回了 顾锦之就笑了笑 她道 祖父一树高深 太后又信任她 她在这几个月也是能治好的 可她让我们上京 大约就是看爹爹念书总是不长技 想替我们谋个出头的机会 我怎么能让她失望呢 宋派儿微冷 她倒没这么想 原来老爷子闷声不响的 看着冷漠薄情 实则处处为他们打算呢 老爷子也是很信任顾锦之的一数吧 难为你祖父一片苦心呢 宋派儿感激道 你祖父整日在书房 白日不准打搅 到了有时 派个小厨去问问歇了没有 他若歇了 娘带你去磕头 顾锦之倒好 你二伯一家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既怪老爷子让你进宫 又怪大伯的 宋派儿提起二伯 不有得好笑 还说什么 他们家姐进宫去 也是一样的 是你占了他们的好处 你若是不来 进宫的就是他们家五姑娘 让他们去试试了 真当皇上和太后面前 说几句好话 就能得了泼天的恩赏吗 顾锦之又笑了 娘 你没少生气吧 他道 至得近 那边几位太太小姐 又是些常年累月 关在内宅的 不同世俗 您跟着受仙于气 说了也没有用 争辩更是没用的 不如离得远远的 咱们搬了出去吧 宋派儿的心 一下子就热了 人说女儿是娘天生的小棉袄 果然是不差的 二房的人 可不就是顾锦之说的那样吗 跟他们说道理 白费唾沫 生气又不值得 不生气吧 他们说的话 又叫人上火 宋派儿几次跟顾炎珍嘀咕 顾炎珍还说 宋派儿容不得人 在阎林府嚣张惯了 应该压压性子才好 又把宋派儿给气了一顿 顾炎珍更是不愿意说出搬出去的话 怕大哥大嫂觉得他们轻狂 如今 顾锦之一回来 就把话说到了宋派儿心坎里去 比顾炎珍强百倍 正是呢 孙派儿喜欢道 这宅子原本就紧吧 咱们又只是上经送礼的 什么也没带 样样用他们的 岂不是叫人背地里说的吗 我另外去买 又惹闲话 我怀着身子 无奈也要住上一年半载 等孩子落地 难道彼此就委屈着 一年半载的 你瞧瞧 这还没一个月呢 闹得不可开交 顾锦之点头 同意母亲的话 宋派儿也越发觉得自己的主意靠谱 搬出去住 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原本就只是上经探新的 另外置办处宅子也是人之常情啊 况且就算是分家 也不丢人呢 满家子挤在这么小的地方 才叫人看不过眼呢 您不用和弟弟商量 他定是没主意的 顾锦之又笑着跟母亲出主意 直接问祖父 祖父住在这里 比你们还要难受 分家不分家 与咱们家不相干的 咱们不是早就去了阎林府吗 宋派儿点头笑 连连说 正是 正是 这桩大事 算是从他心头落了 他这个女儿 事事都能体会到他的心 宋派儿就拉着他的手 想起的如今是卢阳王准飞 心里久心难过 他一直没提 一来是户部赏了银子 顾锦之高兴 宋派儿也高兴 二来是 也不知道该如何启齿 婚姻是皇帝赐的 抗旨是大罪 宋派儿又能如何呢 再不满意 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锦姐啊 你 见着卢阳王了吗 孙派儿最终小心翼翼地问 他 是不是像外面说的那样 那 那样俊美啊 瞧着 机灵吗 母亲是想问 卢阳王是不是个傻子 比外头说的还要俊美呢 顾锦之笑着道 娘以后见着他就知道了 不过 不算机灵的 也不是个傻子 只是心智不足 像个七八岁的孩子 傻子 是指什么事都不通 卢阳王是懂事的 只是他的心智 停留在七八岁 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孙派儿听了 心里就一落 眼底有了不忍 唉 娘把你捧在心尖养着 指望将来能给你找个十全十美的人家 所以 冷眼挑了这么多年 如今 却害了你 早知道 当初应该替你说下婆家的 你有了婆家 皇帝还能再把你赐给卢阳王不成吗 孙派儿的眼睛 看不到卢阳王封地的富饶 也看不到卢阳王的受宠 他只能看到 他未来的女婿是个傻子 不能吃冷吃热 联系他的宝贝女儿 顾景之去笑了 娘 这世间 哪有是君事美的事啊 哦 谢谢大家